那另外蔡碧如的話 我要特別提一下他 因為我現在也不是民眾黨的幹部 我覺得我用客觀中道的方式去評論 我覺得可能還是希望說 他也可以好好反省檢討一下他自己 例如說他在講說 有柯文哲的頭像的面子 在地方上發不出去 然後他一包都發不出去 有他的頭像才發得出去 然後他也會有一些就是說談資 提供給就是對柯P或民眾黨 非常不友善的一些名嘴 在節目上狂打柯文哲 然後他在地方上種種的一些言論 還有很多的抱怨 事實上在民眾黨支持者 他們全部都知道 然後很多很多抱怨傳到我這裡來 所以我也不是什麼幹部 但是你知道有幾百個人寫信給我 跟我抱怨這個事情 幾百個人寫信給你抱怨蔡碧如 不是抱怨蔡碧如 抱怨民眾黨 各種現象裡面包含了蔡碧如種種的作為 那因為我很尷尬 我也住在台中 那他在中醫選區選舉 他在選舉的時候我們不能說這種話 因為怕會影響他的選情 可是現在選完了我就可以講了 因為事實上蔡碧如會一直講說中醫選區是藍白河的示範區 可是事實上他也不斷地去希望說盧修院市長幫他助選 或是柯P幫他助選 然後就是藉此讓自己認為就是水漲船高 或他的選票藉由這兩個大咖的幫助 那事實上結果的確是如此就是因為柯文哲加盧秀燕 才讓他在中醫選區的選票開得很漂亮 可是選後他在外面講卻變成說柯文哲是沒有票房 面子發不出去 對 那就是很多不只這一段 所以很多的民眾黨支持者事實上對蔡碧如是非常感冒的 所以這事情在整個民眾黨跟柯文哲支持者的群組之間已經傳的 大家都只要看到他就在罵 所以這事情我是覺得蔡碧如委員真的應該好好反省 介紹自己 那我要提醒一下不應該拿前長官的關係在那邊做文章 我跟過盧修燕四年 大家何時看過我拿我跟盧修燕的這個關係來做文章 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跟盧修燕會比我跟盧修燕熟嗎 我在盧修燕底下擔任他核心幕僚四年的時間 我可曾一次拿過這樣的關係 在外面嘗試墊高自己的行情 所以蔡碧如為什麼我今天要講這種話 我覺得啦我現在是一個時事評論員說話 憑良心公道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不對就是要講 蔡碧如這種行為真正叫做墊高自己 我認為非常不恰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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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